下一位上场的演员 大家也都很熟悉 其实上一季 脱口秀大会播完之后 他有很多段子 都传得非常好 什么 睡在我上铺的兄弟啊 加油加油加油 没有人叫我 嗨起来嗨起来 斯文加油 头一泡交给你了斯文 斯文就挺惨的 他过完上一季 脱口秀大会之后 就生病了 一直生病 他本来是有机会 就是变得更加 更多人认识他 但是一直在生病 生了一年病 也写了不少的段子 对不对 让我们欢迎斯文 天哪 太隆重了 你上一季 讲上下铺 这个段子的时候 有想过会火吗 讲的时候没有 但是讲完之后 他们都说会火 直接换成上下铺 他就是睡在 你上铺的兄弟 现在我跟陈露 已经不是上下铺了 我俩经过去年 艰苦卓绝的奋斗 现在每个人 拥有了自己的房间 当时我们两个 想了很久 然后觉得这样一种方式 是最适合我们俩之间的 这样子的一种感觉 包括这个黑白 一世后的展示是这样 我觉得就是在一个房子里 我一定要有自己的一个空间 然后那边是他的 这边是我 今天是他老婆 我还有我自己的能力 我觉得这期的段子 其实会受到很多女生的心坎里边 所以我觉得如果现场女观众多的话 我应该会成绩还不错 让我们欢迎斯文 大家好 我是斯文 今天非常开心来到这个舞台 真的是好久不见 所以今天给大家带来了一个见面礼 就是我上铺的兄弟 对 他一会儿就会上台 让大家开心开心 乐呵乐呵 对吧 这个男人嘛 独乐乐不是重乐乐 今天呢 大家都要聊存在感 我作为一个女性 我想问一下你们 你们觉得什么样的女人最有存在感 漂亮的对吧 有气质的 说脱口秀的 不要再说我了 都不是 其实我觉得女人呢 想要有存在感 最归根结底的一点 就是要经济独立 要有钱 就是你千万不要相信 男人跟你说的什么 我负责挣钱养家 你负责貌美如花 你相信我 就算你再貌美如花 他看你时间长了 怎么看你都是如花 就是你晚上就回家 你说哎 老公我回来了 不要叫我老公 先把手从鼻孔里拿出来 当然我说的有钱呢 不是败金 而是要经济独立 因为我觉得女人 只有经济独立呢 你才会对自己的生活 有掌控感 而且就算是你结婚了 你就会发现啊 两个人在生活中 是很不对等的 因为随着时间的推移啊 她会慢慢厌倦你的美貌 但是你却很难厌倦 她的金钱 你根本不可能 抱着她的钱说 哎呀 好烦啊 每次的门子都是一样的钱 就没有那种新出版的图案 不太一样的人民币嘛 而且呢 我跟你说啊 女人啊 即便是美貌 也需要你的经济实力做支撑 因为你可以买很多衣服呀 护肤品呀 半美容卡 对吧 那俗话说得好 没有丑女人 只有穷女人 就你别看吴欣 现在长得漂亮啊 你都不知道她以前 没钱的时候啊 有多年轻 而且我觉得在这个婚姻中啊 两个人的相处 其实归根结底 是经济实力的比拼 你刚很多父亲闹矛盾了 对吧 都是女方要回娘家 我觉得很凄惨 凭什么 对吧 而且那男的 他不去找你 你还不好意思回来 那我觉得 如果你有钱的话 你就可以跟他说 这是我的房子 回你的娘家去吧 Go home 这个时候呢 我老公就会有个道歉 他说 哎呀 我一个大男人 回什么娘家 这里不是娘家 生死娘家 而且如果你没结婚的话 那经济独立就更重要了 你想想 为什么很多男人 相亲的时候 特别喜欢标榜自己 有房有车 哎呀 我真的很烦这种男人 但是呢 你想想 如果你没钱的话 那有房有车四个字 是不是像滤镜一样 蒙蔽了你的双眼 哇 你看他 你就会觉得 哎呀 这个人 除了人不行之外 其他都还挺好的 但如果你有钱 就完全不一样了 你就可以随心所欲 找一个自己喜欢的男人 哎 你就可以像我一样 找一个好笑的男人 对吧 他挣不挣钱有什么关系 他只不过是个男人啊 对吧 那想当年 当谈恋爱的时候啊 我的闺蜜就选择了一个大款 而我呢 选择了没房没车的乘路 那这么多年过去了 那我觉得我是独立女性嘛 我要找到自己喜欢的男人 对吧 这么多年过去了 那果不其然 我的闺蜜过得比我幸福多了 但是我不后悔 每次想到这些呢 我都会留下两行独立的泪水 当然我跟我老公现在在一起很开心啊 我俩其实是非常恩爱的 就是以前我老公老是不爱工作嘛 我天天送他去上班 他每天上班出门的时候都会转过来跟我说 哎 不上班行不行啊 我说你不上班我养你啊 对啊 你养我啊 但是我经常觉得啊 这个社会其实对女性非常的不友好 就大家有没有发现啊 如果女人没有钱的话 她觉得你没有存在感 但如果你太有钱呢 她们就会对你有偏见 你想想啊 女人一旦有钱 是不是就会自动获得一个称号 什么 富婆 你听这个名字 又老又有钱 你就感觉她下一步吧 就是找你中金求子 所以我觉得啊 就是女人呢 不管婚前婚后啊 都一定要经济独立 一定要好好挣钱 存在感不是刷出来的 是挣出来的 就是女人啊 不要问男人能给你挣多少钱 好好问问自己 能给男人挣多少钱 好吧 不说了 我挣钱去了 谢谢大家 谢谢 好 好 大家 都要光顾着笑 还是记得给所有人投票 来 3 2 1 请锁票 很好 真的啊 特别好 感觉我的票数很难超过你了 很舒服这样的 真的吗 很好很好 我感觉她至少能比我高个 5 3 50票 是吗 表现还可以吧 就跟平时差不多 她每一段 都是用很强烈的观点 来吸引住观众 然后让告诉大家 她要说的 她要表达的东西 然后用一个很强的梗 把它接住 就每一段都是 几乎都是这样完成 两位都拍的吧 欣姐是先拍的 你在哪个点拍的 就是她夸我的时候 就这么简单吗 我本来就喜欢她的那个表演 就是她说的观点 跟我的观点很像 我就觉得女生要经济独立很重要 这样你比较有底气 你就有一天啥都没了 你还有钱 她说的观点我也很赞同 我不觉得那吐槽我 我说我以前年轻还不好吗 我以前就是年轻啊 我觉得挺开心的 那吐槽石是在哪个点拍的 我忘了我哪点拍的了 但是呢 我印象特别深的 就是她这个段子里边 妙语莲珠 实际上就是她在创作的时候 她这种思维 跟其他人是不一样的 作为喜剧来讲 我觉得最重要最重要的 就是对一个事物的 观点的角度 切入点不一样 特别普通的那么一个话题 来出现这么多的经典语言 我觉得特别好玩 我很喜欢那个段子 而且做喜剧的话 女孩子是比较吃亏的 是的 尤其是斯文这种 她又不是靠 比如说半丑啊 来搞笑 她是非常强势的 靠经济独立来搞笑的 女喜剧演员就非常的难得 但是我没有拍 她这么优秀 你怎么不拍灯啊 主要是我觉得 她票数也不会太低 因为这才第二个嘛 万一后面还有更好的 留一留是吧 但是你没拍 导致我们两个人 也都白拍了 对对 就是让她感受这种艰难 是不是 就要在这种逆境中 她在后台 留下独立的泪水 那我们看看斯文 有没有留下这个 独立的泪水 很气愤 好 那我们来 来看一下斯文的票数 我说的准不准 你太厉害了 她超过王建国那么多呀 足足45票 这45票 就是鲜音梗的代价 好不好 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